太寒心了 河南贺比红灾中几位勇士 亲自驾驶自己养家糊口的大货车 冒着生命的危险冲入决堤 去堵住了溃坝的地方 但是他们现在却得不到足够的补偿 连原来的一辆大货车都无法再次买回 心疼又心酸 为什么让这些贫民英雄既流血又流泪啊 当初几位车主的义勇行为感动了很多人 有关部门承诺会照价赔偿给他们 北京的一家公司因此捐赠了500万元 本以为这是一个圆满的结局 可实际上呢 在领取赔偿款的时候 他们的公司却以各种理由扣除费用 比如汽车上的配件费用 不拿发票不予补偿 又是要扣保险费 还要将赔偿款直接用来还车的贷款 结果每个师傅算了算 真正到手的钱根本买不了一辆新的车 有的用贷款的师傅 还完贷款之后 手里只剩下了10万 自己相当于再也没有车可以开了 赌绝口刻不容缓时 谁能想到先去车里找发票 然后慢慢的对照 哪些是能赔的留着 把不能赔偿的再拆下来 当初赌绝口时 他们义无反顾 现在又何必 把他们当成潜在的诈骗犯 为什么让英雄的眼里 饱含心酸委屈的泪水 这几位司机师傅都是普通的百姓 日子过得并不宽裕 车就是他们的生计 可是为了集体更大的利益 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 亲自将自己养价糊口的饭碗给交了出去 个人认为 首先社会的捐款 请不要挪用平均的发放 如果不购买新车 请当初承诺 照价赔偿的有关部门补齐 其次 货车公司应该给予司机奖励 和这么多天来 平工的劳务补偿 第三 当地应该给予司机们 见义勇为的表彰和奖励 为众人报薪者 不可使其冻逼于风雪 他们义无反顾 我们就在所不惜 英雄不可流血又流泪 如若不然 下次再有类似的事情 还有没有勇士愿意站出来 事件的进展 我也会持续关注 及时通报